那麼每一個刑案有槍擊案的現場 全台灣的每一個警察單位 一定要把能夠現場撿到的彈殼跟彈頭 送刑事局全部建黨 因為彈殼上面有抓紙痕 那彈頭有唐線的痕跡 那麼用電子顯微鏡放大了 以後比對出有哪一個案子 跟就是同一支槍打出來的 好 那你剛剛問我 因為剛好我是承辦人 我們台灣有個特殊性就是原住民 因為他們的特殊性 我們政府准許他們可以申請合法 他們可以向當地的管區派所 申請他可以持有合法的獵槍 但是一個人限兩支 一戶限六支 過去我就在承辦這個業役 好 那很好笑的是什麼 我在新竹縣服務的時候 新竹縣有尖死跟無封槍 你有沒有聽過司馬庫斯 有 去過 司馬庫斯上面有一個派所叫星光派出所 那那個三個警察都沒有槍的 只有三個警察 然後他們保護是四十幾個有槍的原住民 那四十幾個保護他 所以我們上去查詢 熊來的時候趕快要出動 所以我上去查詢 我常問他們說 你們上去都沒槍 那四十幾個都有槍 你怎麼保護他 剛剛建民講的那個唐柵有沒有 過去我們在行事裡 本來監聽的是毒品 到最後聽到我們自己都笑出來 這個大哥買的是改造槍 大哥又買改造 對 然後他找小弟去試槍 以前有一句話叫掛拿雞什麼 雞小金 對 他真的是掛拿雞小金 叫小弟到山上的土地公廟去試槍 拜完了以後是不是會放鞭炮 他就利用這一串鞭炮放的時候那個炮聲 來掩護他那一槍槍聲 蹦蹦蹦蹦 人家都不會覺得突兀 不然現在警警警的群突然有一聲 人家一定 那一串鞭炮放完以後 就掩護在這裡面 那打完以後那個槍管剛好彈炸 那那個小弟趕快要打電話跟大哥報告 那電話一接通說 大大的 槍槓拼去 那我們在監聽的人我們在聽 奇怪怎麼弄了五秒十秒 都沒有聲音喔 後來大哥有聲音的時候是什麼 是國罵 那個小弟第一通就 大大的 槍槓拼去 鎮槓拼去 本來我們在聽嘛 奇怪怎麼弄了沒有聲音 後來大哥在電話裡面就罵了 像譬如說 我們台灣有很多外籍工程師 從外國派他來台灣 那他的家當連家屬都接來嘛 他一定要把他家當 連這些東西用行李櫃 那個是一個整櫃都是他的CY櫃 一種叫CFS 他是屬於拼裝櫃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案例是 這把槍你這樣看是很完整 但是如果我把它拆解了以後 像把每一個部分分解 一個滑套就是這個 我們有一句話叫化整為零 長官你的化整給我們看看 把它變零看看 我現在 轉下來咧 把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這一次只有一個殼而已 下一次再進來只有這一根而已 到最後連續六次進來 等於六個部分吧對不對 這樣很費工耶 好 那那個廠商是怎麼樣 是進口專門進口 點水模特 抽水馬達 你要知道一個馬達這樣子 我們打開來 裡面不是銅的線圈嗎 那個線圈中間還有空間 在裡面再螺絲再鎖起來的話 事實上講實在的 你金屬探射器 你怎麼掃它都是金屬 對 那個坦白講 如果不是從很多的部分下去 不好探 不好探 是不是叫線報 想說這組一定會對的 還有 我聞不到 警察的質疑要查 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麼多的馬達進來 到底是哪一顆有 他們還是要做記號 真的 不然那個櫃子一打開 倒一顆 對啊 不可能每顆在那裡聽 有的人還會搶警察 你查啊 你查啊 看你要查到黑暗的名字 對吧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就是說 有時候這樣的東西 他如果單獨的 譬如說建明剛才在說槍管對不對 過去槍管光那支管喔 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那個行李箱那個把手 拉起來那個圓管裡面 都是管子啊 他這樣 桃園中立那一代呢 因為天時地利人和 那個軍隊多 基地多 美軍留下來的多 然後工廠又多 所以那時候大哥 在那個年代 是要配那個四五手槍 槍聲又大 後座力又強 後座力喔 打出去以後 打不準 對 後座力很大 嚇人是很重的 打過啊 所以在民國72年的時候 他們甚至呢 那些大哥們呢 拿著那個槍呢 就直接從桃園的火車站 他們呢 那個就是段樹文啊 楊伯峰這些人 然後桃園很多幫會 但是每個幫會 都是各有地盤 互相搶一搶去 為了賭債的風雲呢 在桃園火車站 看到了 開始 拿著就是四五手槍 開始追著打 然後追著打 在一路上 那個四五手槍的槍聲 是非常響的 而且他們那時候呢 還沒有Benz 他們都開艾快羅蜜歐 然後所以其實 艾快羅蜜歐 對 那時候警車也追不上 然後就一路從後火車站 進入了縱貫路 就一路逃跑跑 跑到了那個縱貫路上面 就像砰砰 我在追你 然後後面就回著打槍 然後前面就打 然後打到省桃那邊之後 一轉就轉到巴德那邊去 然後前面那台車說 我一直被追著我不爽啊 看到前面有個空地 然後空地前面只有一個鐵門 就直接撞了就衝進去了 然後在裡面想要在一個 在大空地上迴旋過來 一看 那個是巴德懷生空氣寂靜 就直接衝進去了 然後衝進去之後 後來衛兵也嚇了一跳 然後就趕快追鬼對空鳴槍 他在幹嘛 他把他打架 欸 退後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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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書文和楊伯峰呢 後面就鬧到這麼兇 可是後來桃園就出了一件事 他說什麼事 當時的政府才是很生氣 很生氣你知道說 過去的時候我們知道湖口 不是有裝甲車基地嗎 為了他們 那你們這邊已經搞到這麼兇了 艾卡羅米歐和那個事物手上亂打 所以後來呢 過去的時候 都是整個那個鐵路 雄鋒 裝甲M1戰車 M41戰車送到那個新鋒 再直接到湖口基地 那次之後又改了 所以有小時候我就看了好幾次 疑似呢 就是早上大概清晨六點多去上學的時候 坦克車呢 一定要從南崁這邊 一路就順著縱端路 他們上次殺的那個路上 就是你看到一輛輛的坦克車 要從南崁這邊下來 走在馬路上 進到湖口 就是警告桃園你們這些 雖然你們因為有美軍顧問團的關係 有軍方的關係 常常可以拿到人家拿不到的M45手槍 可是我有坦克車下你 天啊 1992年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私信女保險員去拉保險 結果沒想到廣德強是學徒 那麼他的老師 這個師父是陳金火 就進來以後把那個鐵門拉下來 然後打那個女保險員 然後又把她勒脖子 就性侵了嘛 性侵了以後 他們非常惡劣的原因是因為 他還把她殺害 然後殺害了以後呢 竟然還分屍 還用包括用美工刀 那個剔去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皮肉等等 非常殘忍啊 然後還把她的屍塊呢 分別放在化分池 跟那個樓上的廢棄的水塔 為了怕人家去查這個水塔 水塔旁邊還養了兩條蛇 兩條毒蛇在那邊顧喔 你就知道說這一隊的這個師徒 有多惡劣 那當然後來 因為人家找找找找 找到最後 他最後就是來跟你拉保險嘛 所以後來破案了 破案了以後呢 結果沒想到到現場以後 在一個鍋爐的旁邊 一個鍋爐的旁邊的一個鍋子裡面 發現了奇怪的碎骨人肉絮啊 最後無意間 他們透露說 有煮他的人肉來吃 當然他後來否認 可是問題是 就讓那時候那個新聞出來的 又跟人家聽得分分不平啊 這麼樣的可惡 可是他們在監獄裡面 足足審判了四五年啊 你知道嗎 死刑死刑死刑 可是一直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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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五年以來呢 事實上尤其是廣德強 那廣德強呢 他遭受到的那個 你說精神上的那個凝虐 因為他們的室友啊 在監獄裡面呢 配判死刑的那個死刑啊 通常不會讓他一個人 住在那個獨居房 怕他自殺 怕他死刑 所以是要死沒錯 如果你讓他自殺的話 對不對 你那個看守所監獄會有責任的 你知道嗎 所以都會把 找人來想辦法陪著他 而他親眼看著死刑 他說其實死刑根本超像死的 沒有錯 他說廣德強每次只要入夜了以後呢 就開始CSD的尖叫 你知道嗎 不管有沒有睡覺都尖叫 那你想想看來 陪他的通常就是無期徒刑 還是判十五年的這種 比那個死刑要輕一點 他女兒啊 他就看到喔 幾乎每天晚上沒有例外 廣德強每天晚上到了晚上的話 睡覺的話呢 就做噩夢 然後像被鬼壓一樣做噩夢 那如果沒有睡覺的話更可怕 為什麼呢 他會突然指著這個小小的那個 裏面其中一個地方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啊 他來講的就是死者的那個鬼魂 來給他鎖命就對了 連續給他鎖命了好幾年 所以到後來聽到那個腳步聲的時候 廣德強其實是兩種心態啊 據他們形容啊 他是很怕死 可是他又有很放鬆的感覺 我終於不用受到這樣的折磨 那一天要槍決的時候 那一天是在冬至的那一天啊 當要把他帶走的時候 他出現一個 你一般的客人想像我剛剛說的那種心情 放鬆又害怕 所以他事實上他是沒有辦法走路的 他是讓這些髮警全部夾著對不對 然後夾在那個地方 所以到後來直到槍決前 一句遺言都沒有交代 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就告訴你啊 派人不能走啊 派人要走啊 最後的結果 就想想廣德強的下場跟抱怨 今天大概也要把他設定 我們是否也能對